越來越大意就行 越來越出來 有了 那行就怕我差很多 有了 大陸區的幸福新逛懷據點 一早就充滿歡笑 原來是志工邀請當地的華山友師傅 前來指導長輩們學習捏討 每個人拿到材料 就先用竹籤在底部描繪姓名 因為這天要做的 就是未來長輩們在據點活動 所專屬的茶杯 在做這個感覺 對啊 變成我們是幼稚園國小的孩子 很開心 老师在家教 怎麼做不好吃 不知道怎麼 他們沒有做 回憶沒有做 簡單就好 簡單就好 怎麼做 有麻油 有麻油 吃麻油 年紀大的這些爸爸媽媽 其實有這個互動的空間 其實讓他們也很快樂 我自己 你看我今天 我覺得非常的高興 那做陶藝本來就是 他們從小的回憶 你看剛剛就有爸爸媽媽說 他們從小就是有那個杯子 一個破洞 你看他們就會回憶 帶領他回憶他以前 小時候的生活 一塊陶土 讓整教室充滿笑聲 阿公阿嬤雖然年紀大了 雙手不像年輕人這般靈巧 導致捏出來的杯子 有的歪歪斜斜 有的則是有許多小坑洞 但這一切都不影響大家 樂在其中的心情 彷彿雙手沾滿泥巴 讓大家更回味當年的農村生活 古早時代就是用這個桃的東西 不是像那麼的精緻 現在我們今天給他做的杯子 就是比較有手感的東西 可以完全全表現出 這個爸爸媽媽他目前他的心經 你看每一個人做出來都不太一樣 這樣比較快的好嗎 比較快的 還是要比較散的 比較散的 師傅簡單幾個手勢 就完成美觀大方的杯餅 但是不管老人家怎麼左彎右折 就是做不出滿意的形狀 只要請師傅多費一點功夫 一一幫忙 據點表示 這次長輩們第一次做手工藝影 做得如此開心 未來如果還有機會 將安排大家製作碗盤 讓阿公阿嬤可以將作品帶回家中 和家人分享學習成果 記者洪嘉宏 打掃掃掃